好 我們其實要關注實案的問題 蘇丹紅辣州粉蜂報在延收 高雄市衛生局持續的調查 最新的清查數據出爐了 除了先前公布的十四家下游業者之外 在今天是新增了十一家業者 其中也包括是台南有七十年歷史的成功醬料廠 先前他們生產醬油 其實也是一人林志玲的嫁妝之一 二零一九年林志玲在台南舉辦婚禮 當時台南市政府送上十二項的地方特產 當嫁妝 結果這些農特產品 搭著志玲姐姐婚禮的順風車 知名度暴漲 其中還包含這一罐成功醬油 但如今這一間有七十年歷史的醬油廠 也被這一次的蘇丹紅風暴掃到 透過嘉廣跟大陸他們見的 他們給我們的檢查報告就是合格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也是要給他們求場 業者無奈的說 當初對方提供他們的辣椒粉 檢驗資料都沒問題 結果等到事情爆發 他們才發現用到有問題的辣椒粉 現在做好的辣椒糕 都只能暫時封存 業者說他們也是受害者 擔心七十年的商譽會受到影響 針對他們的辣椒粉減出有減出 可是我們製成的產品是未減出 因為我們是稀釋一百倍 你只要低於四 他就未減出 衛生局說有流向就是要回收 為了釐清這些問題辣椒粉的流向 高雄市衛生局再次到金棧公司機查 衛生局說金棧跟嘉廣從大陸進口的 有問題的辣椒粉 除了已經封存了之外 現在還有原料加成品 一共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九公斤 流到下游其他的廠商 而衛生局公佈了下游的十四家業者 又在六號追加了十一家的業者 包含台南的成功醬油 先後兩波合計有二十五家業者 用到有問題的辣椒粉 另外在嘉義縣有兩家製造醬料 跟調味粉的公司 也用到有問題的辣椒粉 現在衛生局人員 也派人到工廠裡稽查 要釐清產品的流向 記者南部 綜合報導